这里是煤炭资源的主要产区 这里同时拥有着一片人际罕至的广袤森林 在这里他们是顶级食肉动物真正的森林之王 我们将以猫猛组织的专家为主组织一支科考队 试图在森林里找到他们的踪迹 探寻他们显为人知的生存秘密 你好欢迎收看绿色时空我是李威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华北报的真实影像 今天的绿色资讯过后我们要继续去探寻 华北报 您认识它吗 它叫绿玉树也叫绿珊瑚乳葱树 原产于非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区 是一种神奇的石油植物 绿玉树枝条含有丰富的乳汁 乳汁中富含12种拼类物质 及丰富的类似石油成分的碳氢化合物 可以直接或与其他物质混合成原油 作为燃料油替代石油 有研究指出100千克绿玉树精 就可提取8千克的石油物质 绿玉树也可作为生产爪气的原料 其爪气产量较一般嫩枝绿草高5到10倍 由于绿玉树具有耐旱 耐盐 耐风 耐亭级的生长特点 人们经常将它种植在少雨地区 这样不仅可以绿化造林保护土壤 而且还可将其用于石油生产中 为了找到华北报 猫科动物科考队将活动所涉及的森林区域 分成了若干个网格 在每个网格中都安装了摄像机 这些摄像机将会帮助科考队捕捉到华北报的影像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科考队 对已经安装了摄像机的网格 做了一次数据收集 那么这些安装了摄像机的森林网格当中 有没有华北报呢 摄像机又会捕捉到哪些珍贵的画面呢 让我们跟随记者和科考队走进大森林 取一睹为快 这里是煤炭的主要产区 这里的煤炭产量 占到中国煤炭开采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就是山西 一个随处都可以看到煤炭资源的地方 然而这里同时拥有着一片人际罕至的天然森林 在这里不同种类的山地动物安逸地生活着 这其中还包括中国特有 华北地区目前唯一的顶级食肉动物 华北豹 在这里 它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 目前人类对华北豹的生活仍知之甚少 它们是如何生存的 又是如何繁衍后代的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个未解之谜 如今 一支由猫科动物研究专家 和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组成的科考队来到这里 它们将对这里生活的华北豹 开展一次全面的科学研究 以便揭开它们显为人知的生存秘密 这个华北豹 它英文名字叫North China Leopard 就是北中国地区的豹 那么它跟华南虎一样是中国特有的一个豹的亚种 华南虎是老虎里面中国特有的一个老虎的种类 那么今天这个华北豹是一样 它是中国特有的种类 它只生活在中国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的 从北京周边到河北 然后到山西 可能甘肃陕西一些地方 还有河南 这些地方都有一些零星的这个华北豹的分布记录 但是呢就是总体来说 它的这个种群情况 我们不是很清楚 中国这种特有的豹 到底在世界上还有多少 这个东西都还是个谜 如今位于太行山内的这片广袤森林 算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动物庇护所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一些人正垂涎于这里的森林资源 作为太行山森林内的标志性物种 华北豹的生存 或许能使当地政府加强对这片森林的保护 这将使森林内的所有物种受益 而我们人类也将从中受益 为了更好的了解这片森林内的华北豹 科考队将调查区域内的森林分成若干个网格 在每个网格中安装两台或更多的红外触发摄像机 通过这些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 来做华北豹的个体识别 以便确定他们的种群数量 了解他们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 今天科考队将去已经安装好摄像机的森林网格内 收取拍摄数据 此时科考队正沿着山脚下的这条山路向山上行进 可是踩走了没多久 就有了惊人的发现 什么呀 报的足迹 这里就有了 这往前看一眼 这个比较清楚 来看看 这相当清楚了 这那里 在距离山下的村庄 仅仅0.5公里的地方就发现了豹子的足迹 这让大家都十分意外 不过这串脚印的出现 却证明了在当地 人为活动对森林内动物的干扰已非常小 华北豹的领地已扩展到了村庄的附近 因为豹它的个体 雄性个体比雌性个体要大 它的足迹在尺寸上也要相对的要大点 从它的尺寸的这个差距来 我们就能够知道是雄豹还是雌豹 甚至在这个地方我们都能看到 就能很清楚能够发现它的左脚右脚啊 能判见它的脚的位置 如果如果这个足迹 有些更清楚的一些信息 甚至能够判断它的一种活动的一些状况 都能够解释得清楚 通过对这处足迹的测量 科考队判断 这是一支雄性华北豹留下的 那么在距离此地较近的森林网格中 从外触发摄像机能否捕捉到这只雄豹的画面呢 为此科考队决定立即向山梁进发 在行进了1.5公里后 我们又在一处山坡上有了其他发现 看看这个很漂亮的 这非常漂亮吧 这个是什么毛啊 这类就当立非常普遍的一个物种 一个鸟类 织鸡类 这就是俗称的细节鸡 这是它什么部位的毛 这是它尾巴上的 它这尾巴上的尾巴上的尾巴上的 underground 它在当中也是比较普遍 它其实也构成了这个 华北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 数量比较多 野鸡又叫质鸡 缓锦质 野鸡的体型比家鸡略小些 雄性野鸡语色华丽 而雌性野鸡 雨色却较为暗淡 野鸡常栖息于 低山丘陵 农田 沼泽草地 以及灌丛于草地中 由于其肉质鲜美 如今不少邻居的玲珑 都开始驯养繁殖野鸡 不过在这里 野鸡也是华北豹的食物之一 一般的野鸡 就一公斤左右 最能量堆豹 也就一天 最多两天左右的 能量需求 捕食一只野鸡 也就够它一天的能量 对对 但这个数量它比较多 可能还比较容易能捕食到 很难钻的 在距离此地不远处 冯立民博士又发现了野兔和袍子活动的踪迹 如此多的动物活动痕迹 使大家非常兴奋 这说明在这片森林中 自然界能量金字塔中的下层物种数量 应该可以满足华北豹生存的需要 那么在这片邻居安装的摄像机 能捕捉到那只留下脚印的熊豹吗 红外触发摄像机能为科考队带来哪些收获 相机突然遭到破坏 是人为还是动物所为呢 你看这相机就掉下来了 在寻找华北豹的途中 科考队还会有哪些惊人收获 敬请继续收看追踪华北豹 在哪儿啊 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跋涉后 我们终于到达了第一个摄像机安装点 哦 就在这儿 不容易被人发现 哎呀 挺多的 三三百五十一色 看看吧 先先拿下 在电脑上看一下吧 有爆的方面吗 问题不大 这个是那个环境质 兔 在对储存卡内拍摄的照片进行比对后 我们发现这台距离山下较近的红外触发相机 拍摄到了野兔 野鸡 袍子 野猪的图像 而出乎意料的是 一种小型的猫科动物也被拍摄了下来 豹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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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豹猫是一种小型的食物动物 猫科动物 它也是一种猫科动物 但它比这个豹的体型小很多 它在这个地方处于一种 属于第二等级次级的 那个食肉动物 独食者 豹猫 又叫山狸 狸猫 是产于亚洲的猫科动物 豹猫的体型比家猫略大些 它们主要生活在山地邻区 郊野灌丛中 以掠取鼠类 兔类 蛙类 和禽类为生 除了豹猫 这台摄像机还能捕捉到什么呢 致鸡 这一层致鸡 这个豹猫 经常怎么经过 致鸡 豹 豹子 出现了 好 非常清楚 非常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型上 这是一只磁性的豹子 通常情况下 沉浸的磁性豹子 比沉浸的这个神经豹子 要小很多 而且我们能看到它的最关键的 你要看它的这个生殖器官 一连串的 相当漂亮 相当漂亮 收获不错 让科考组意外的是 这台摄像机拍摄到的豹子 并不是那只留下脚印的熊豹 而是一只磁豹 在距离山下较近的邻区内 发现了一磁一熊两只豹子 难道这片邻区 是两只豹子 各自活动领地的边缘吗 这需要今后 收集到更多的科学数据 才能得到证识 在收取完 接触摄像机的拍摄数据后 科考队向下一个摄像机安装点进发 经过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长途拔射后 科考队终于到达了下一个摄像机安装点 诶 相机呢 哎呦 怎么在地下呢 哎呦 哎呦 你看这这这相鱼就掉下来了 他这相机出什么情况了 这相机我看一下啊 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动物他弄的 看一下几块钱 掉下来了是吧 原来放在哪 原来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超复 这个超复 虽然摄像机遭到破坏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出 一只豹子曾光顾这里 那么摄像机被破坏 是不是豹子所为呢 幸好在这台摄像机的对面 科考队还同时安装了另一台摄像机 那么这台摄像机能否揭示真相呢 我这个好 他在这里 你看在这 在这应该停了一下 哎呦 哎呦 直接往相机走过去了 哎呦 哎呦 开始玩相机 哎呦 哎呦 这有意思 这一只豹 看像像一只雌豹啊 又玩具 又玩具 之前他弄掉了一半 你看哎呦 要把它扒下来了 雌豹 这是一只雌豹 照片拍的他那个打炫的 太帅了 在红外触发摄像机的捕捉下 一只成年的磁豹出现了 看起来他并不喜欢摄像机 这件突然出现在自己领地内的怪家伙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破坏摄像机的竟然是一只已经成年的华北豹 据随行的猫科动物专家冯博士告诉我们 这个大型的猫科动物啊 一般对自己领地内的环境十分熟悉 哪怕是他们平时行走的路上多了一根倒下的树干 都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那么这只破坏摄像机的豹子 除了本能的对摄像机感兴趣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在寻找华北豹的途中 科考队还会有更惊人的发现吗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瓷了 这是一只瓷了 我看到照片拍的他那个打炫的 太帅了 猫科动物对自己领地内的环境十分熟悉 即使是细小的变化 也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为了拍摄更多的画面 科考队将这台受到破坏的摄像机 进行了重新安装 而在距离此拍摄点较近的另一台摄像机中 科考队又有了更加惊人的发现 一个母豹我们经常看到 它一胎可能会生两只小豹 这种时候就是有三张嘴 要靠母豹一个人 一只豹来养活 这种情况下它会需要大量的猎物 你看我们这次拍到的几只新天豹个体 看上去身体都还比较胖 这就说明他们在这吃得不错 然而小日子过得也都还可以 说明至少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个体 他们的生存状况还是不错的 在豹子的家庭生活中 母豹通常独自补养带大小豹 一边照顾幼崽一边狩猎 而在豹子的捕猎对象中 野猪是他们十分喜爱的猎物之一 为了抓到猎物 他们常常会尾随在猎物身后 死机发动攻击 但是对于成年的雄性野猪 花肥豹还是会退避三分 通过对身上花纹的对比 科考队觉得 这只携带幼崽的母豹 应该就是之前破坏摄像机的那只豹子 看来出于保护幼崽的需要 这只华北豹对领地内环境的变化更加紧觉 在这里发现了带着幼崽的母豹 这让科考队十分欣慰 这说明在这片区域的华北豹种群 正在健康的生活繁衍 在对摄像机进行重新调试后 科考队继续向山顶行进 在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后 科考队终于到达了山顶 到了 我应该到了我们的这个点了 对 这个点 这是一个裸露的这么一个小山包 对 在哪里 哎呀 在这 你们找找 看看 看看很清楚 放在石上了 对 这个怎么会选择在这呢 这个地方一会儿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这个地形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的好 就豹子站在这个位置 如果它站在这个位置 有非常好的一个视野 这个地方完全没有阻碍 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地方 再像如果你站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能够把很多的细节看清楚 而且这个地方不仅是视觉好 它听解效果也很好 远处发出声音到这 是不是很容易能够接受到 在这样的位置 我想一下 对豹来说 这个非常满意的一个地点了 正如冯立民博士所说 在对这台摄像机内的数据进行查看时 我们果真发现了一只华北豹 通过辨认 科考队发现 这只华北豹仍为母豹 不过与之前的母豹不同 这只华北豹 却似乎已经习惯了摄像机的存在 在摄像机的面前 尽情地展示着 它悠闲的单身生活 在摄像机的捕捉下 这只华北豹 每次路过这片岩石堆 都会在此休息玩耍 难道 位于山顶上的这块岩石堆 会是这只华北豹 休息的主要场所吗 正常情况下 这个大型猫的动物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就类似的叫木啊 它是没有的 它一般情况下 它在正常情况下 它会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领地 不断地寻找食物 寻找完食物捕食 捕食完之后 继续寻找 继续捕食 这是它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 就是说它没有固定的休息地点 对对对 在对这台摄像机的画面进行拷贝后 科考队又在这处山顶的附近 发现了这只母豹的脚印 这回科考队决定将这处脚印 用随身携带的石膏 做成足迹石膏模型 带回实验室 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和分析 这片区域内的华北豹个体信息 以便为今后 在这里建立华北豹种群信息库做准备 因为这豹的足迹 它包括很多的信息 首先呢 我们可以从豹 能区分它是形性个体 还是磁性个体 如果我们破了很多的这个假印 可以互相对比 可以做个体识别 甚至可以 看到这就起来了 看大家看 在森林中 任何华北豹遗留下来的踪迹 还有摄像机捕捉到的 这些珍贵画面 都像一扇扇打开的窗户 使我们看到了 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 虽然直到现在 我们还未真正的了解他们 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性 但是科考队相信 他们接下来 对华北豹进行的 全面长期的科学研究 将逐步揭开 华北豹生存的秘密 这些科学成果 也将再次证明 位于太行山内的 这片广袤的天然森林 应该得到保护 只要当地生活着的人们和政府 能够使这片广袤的森林存在下去 这里将永远成为 华北豹 以及所有珍稀野生动物 生活的家园 在这里专家还告诉我们 华北豹大多数都喜欢夜行 白天会在树上 或者在岩洞里休息 在食物丰富的地方 活动范围比较固定 当食物缺乏的时候 则会游荡数十公里去觅食 豹子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动作灵活敏捷 力量十足 向上跳跃可以达到五六米 纵身前跃可以达到十二米 同时呢 华北豹对于地区生态系统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保护好了它们 也就等于保护好了 其他生态链中的野生动物 进而保护好了一大片生态环境 好了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以及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本期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